女人特意为丈夫换上新肚兜 但没想到丈夫却会这么嫌弃 以前她是最喜欢自己这样的了 为何现在却变了呢 这一切都要从一个红肚兜说起 这天花椒与小翠在河边洗衣服 花椒丢掉红肚兜俯身抓鱼 于是抓到了可红肚兜见飘见远 恰逢丈夫大魁做工归来 花椒大喜国王连肚兜丢了也没察觉 小翠的丈夫袁甲骑车回家 铺见路中间有个红色的钱包 看到有村民走来 立马捡起来揣进兜里 等袁甲走后 几个孩子欢欣鼓舞 原来这是他们的恶作剧 那不是钱包 而是花椒丢失的红肚兜 当时红肚兜顺流而下 被船夫用衬杆挑起 船客们纷纷取消 船夫不好意思 于是用力一甩 孩子们闲来无事 就把肚兜叠作钱包的模样放在路上 看谁会成为幸运儿 结果刚好被原甲捡去 回到家里 原甲对着不下蛋的母鸡说气话 无法生育的小翠有些生气 竟然数落了丈夫几句 原甲不敢还口 随手掏出钱包一看 居然是只肚兜 赶紧扔在地上 但他又担心被小翠看到 想藏起来吧 院子里又无处可藏 于是便索性丢出了院墙 好巧不巧 肚兜落在了岳父头上 他拿着肚兜教育原甲 别乱扔东西 原甲赶紧将肚兜揣进裤带 见小翠过来 故意岔开话题 午饭过后 由于家里要盖新房 小翠让原甲送父亲回家 并叫他进屋换身衣服 小翠催得紧 原甲慌乱之中 并把肚兜藏在了床底 第二天 大葵帮原甲家干活 他向小翠借句而吃 小翠忙于活面 于是让他自己进屋找 抽携里没有 小翠进屋提示他 找找床下的工具箱 谁知搬出箱子一看 上面放着一只 绣着福字的红肚兜 大葵当场惊呆了 这和妻子花椒的肚兜 极其相似 小翠认出肚兜不是自己的 顿时也说不出话来 大葵感到十分尴尬 只能回家拿卷吃 小翠思绪完前 当即怀疑到了丈夫头上 原甲回来后 他拿出肚兜当面质问 你今天非得跟我说清楚 到底是哪个野女人留下的 我真是假的 我要是说假话 我就是女 你护谁呢 夫妻俩大吵了一架 说话也是阴阳怪气 原甲不明所以 晚上 花椒穿上新衣服 问大葵好看不 大葵表示 没有穿红肚兜好看 花椒翻遍衣柜 也没找到肚兜 他正纳闷时 看到墙上的浮渝 这才想起 肚兜都要河里了 大葵对此半信半疑 小翠心有怨气 不愿再和丈夫同床共振 原甲气得怒砸枕头 隔天 大葵蹲在河边心事重床 显然他被肚兜一事 扰乱了心神 在为原甲家的新房上粮时 大葵偶然看到 原甲为怀孕的花椒搬凳子 一不留神导致木梁脱手落地 众人一片恶然 原甲也是气愤不已 这个男人发现 妻子的红肚兜 竟在好兄弟家的床底下 从此他郁闷不已 既对妻子发脾气 又对兄弟冷嘲热讽 眼见两人剑拔弩张 妻子花椒赶紧跑过来劝阻 大葵 你疯了 我就是疯了 大葵如此生气 原甲和花椒一头雾水 既然花椒说 红肚兜掉进了河里 大葵便下河寻找 然而找了许久都没找到 原甲路过时 特意给他介绍了 客室杯的活 想缓和缓和关系 不让大葵当场拒绝 由于红肚兜一事 小翠回了娘家 原甲前来解释 表明肚兜是简的 可媳妇根本不听 她已经认定 原甲做了亏心事 藏肚兜的行为 证明她心中有鬼 小翠嘴上不依不饶 原甲一气之下 打了气子 小翠哭哭啼啼 寻思密活 原甲没有脸相洗浴 静自转身离去 小翠向父亲高庄 老人勃然大怒 随即去找大女婿求援 丈夫整天不开心 花椒也很难受 她买了新肚兜 传给大葵开 大葵板着脸 表示不好看 出门独自抽着闷烟 大葵 你怎么了 别问了 我在原甲家 看见你的肚兜 听到这番话 花椒震惊不已 她明明记得 杜兜掉河里了 怎么会在原甲家里呢 花椒坦言 杜兜真的丢了 可大葵就是不信 只因杜兜上 有她绣的福字 花椒祈求大葵 相信自己 急得都快哭了 大葵无动于衷 花椒只好前往 原甲家求证 另一边 姐夫拿着杜兜 找上了原甲 二人一言不合 发生了争执 两个大男人 为红杜兜大打出手 引来村民们聚集为官 这时花椒赶到 她一眼就认出了杜兜 刹那间站立不稳 差点晕倒 回到家里 花椒谎称杜兜不是自己的 大葵一脸疑惑 明显还是不相信 花椒痛哭流涕 大葵慌了 急忙出言安慰 第二天 大葵提上好酒好菜 找到原甲 几杯酒下肚 大葵开始打听杜兜的事情 原甲将前因后果讲了一遍 他声称当时以为是钱包 如果早知是杜兜 肯定不会捡 大葵想看看杜兜 原甲觉得杜兜是不祥之物 便说放在床头柜里 想看自己拿 大葵却推说不看了 没过多久 原甲喝得鸣鼎大醉 扶在桌上痛哭 大葵扶他上床休息 然后偷偷拿走了杜兜 大葵把杜兜叠起来放在路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不像钱包 便不由自主地口吐芬芳 原甲 你是个乌龟王八蛋 你骗谁呢 大葵回家后异常气氛 直接将杜兜扔在了妻子面前 花椒情绪激动 一边哭着说这杜兜不是他的 一边歇斯底里地撕咬杜兜 他简直快被逼疯了 小翠这边也不好过 终日待坐在家以泪洗面 最后他闹到了村委会 主动要求和原甲离婚 村长出面调解 他了解原甲的为人 所以帮他说好话 他认为原甲天天待在家里 根本没时间出去鬼混 因为一个红杜兜 妻子怀疑丈夫出轨 这对恩爱夫妻闹起离婚 村长让小翠拿出证据 小翠翻遍家里也没找到杜兜 于是指责原甲把杜兜藏起来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把杜兜找回来 你就别下来见我了 原甲回家也没找到杜兜 他问大葵拿没拿 大葵当然失口否认 看到原甲着急 大葵吃饭时笑得合不拢嘴 原甲这些天魂不守舍 耽误了修桥的进程 遭到村长的责骂 两人差点大打出手 花椒听说原甲的时候 主动前来安慰 随后花椒开始做小翠的思想工作 两人是闺蜜 花椒不想有所隐瞒 坦言那件红杜兜是他丢的 小翠不相信 还劝花椒别掺和进来 花椒无功而凡 原甲没有多说什么 尽管和大葵闹得不愉快 但还是给他介绍了城里的活 此时刚好大葵走过来 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 似乎怀疑花椒和原甲有私情 进屋后 花椒让大葵留在家里照顾自己 别去城里干活 可大葵执意要去 原甲来到岳父家认错 小翠伤心落泪 他还是那句话 找不到杜兜就不回家 原甲束手无策 花椒出门买菜 听说大葵在河里捞东西 便来到河边远远地看着 他知道丈夫在找杜兜 深夜 大葵翻墙回家 试图捉奸在床 原来 他以为原甲介绍活是为了支走自己 特地杀了个回马枪 突然花椒打开灯 大葵尴尬不已 只好借口说没去城里干活 由于和朋友喝酒回来晚了 不想吵醒他 这才翻墙进屋 花椒戳穿了大葵的谎言 再次强调杜兜弄丢了 得不到丈夫的信任 他痛苦不堪 大葵担心花椒真的闹离婚 立刻发誓不在一心 原甲为了挽回小翠 来到城里买了一件红杜兜 他让老板娘帮忙绣个斧子 可老板娘不会 花椒这边 为了让大葵彻底打开心结 悄悄在新买的杜兜上绣斧子 这天 他将杜兜扔进河里 做出要下河找杜兜的假象 大葵哪里可以让 立即下河寻找 事情果然如花椒所料 不久后 大葵找到了杜兜 他高兴的像个孩子 花椒也终于松了口气 第二天 原甲在床上绣福字 大葵提着韭菜前来道歉 正好看到原甲藏杜兜 抢过来一看 大葵大惊失色 他连忙跑回家 翻掌那间花椒新买的杜兜 见到花椒进屋 大葵暴怒 历声质问他 不带字的杜兜在哪 花椒吓得不轻 情急之下 说丢到了河里 大葵夺门而出 他发疯似的在河里找杜兜 终究是徒劳无功 几分钟后 邻居给花椒报信 声称大葵出事了 原来大葵险些溺水而死 幸亏被几个村民救了起来 差点闹出人命 几个孩子担心事情闹大 因此坦白了当初的恶作剧 真相虽然大白了 可这件事留下了后遗症 几年之后 大葵的儿子受流言影响 竟然喊原甲爸爸 一件小小的红杜兜 差点毁了两段美好的婚姻 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当大葵和小崔 看到杜兜的第一眼时 两人都对各自的爱人 产生了怀疑 这是人之常情 但这种猜忌是致命的 夫妻间缺乏沟通和信任 进而导致小误会 变成了大矛盾 对于容易引起误会的事情 与其遮遮掩掩 不如大方地说出来 唯有坦诚相待 才能获得信任 掩饰与谎言 只会适得其反 好了 小今天就得不到这儿了 亲爱的们 请点赞转发关注哦 么么哒 下期见咯